香港最红电视明星,55岁迷倒36会扩哨,60岁成富婆依旧单身。 魏秋华,1958年出生,前香港艺人,出身家是艺员训练班,曾演出多套电视剧如《流星蝴蝶剑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碧雪剑》等。 1978年的扁色龙和其女子奠定其一线花旦地位。 其古装一流的扮相,因此后来大部分剧都以古装剧为主。 1995年加入《无限电视》,演出新版《神雕侠侣黄荣一角》受热烈好评。 魏秋华几年前曾是香港最红的电视明星,她主演的电视剧《王昭君》,白发魔女播放时军事万人空相,但是由于那时候内地引进的港台片不多,所以魏秋华在内地的知名度并不是很高。 但是南方沿海地区的观众对魏秋华很熟悉。 有几年魏秋华淡出迎评,当地的电视观众还写信给香港的电视台询问情况,这曾让魏秋华感动不已。 十几年前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《霍原家》,其中饰演日本女间谍英子的就是魏秋华。 这部电视剧播放后,魏秋华红遍东南亚。 从影进二十年,魏秋华的经典作品不少,如《流星蝴蝶剑》、《碧雪剑》、《骑女子》等等。 不过最让内地观众熟悉她的还是在《神雕侠侣》中饰演黄蓉,她在剧中的精灵古怪颇受内地观众喜欢。 1995的时候,她加入无限电视,演出新版《神雕侠侣》黄蓉一角。 1995版的《神雕侠侣》两岸三的播放后可谓是风靡一时,观众反应相当热烈更是带起又一股金庸热直到今天。 而在其中的主角黄蓉也让魏秋华红极一时,2000年后就带出娱乐圈。 据悉,1989年她离开亚市到台湾发展,与前男友在越南投资出租敌市、兴建酒店及地产生意至今,早已是人进街会的复活,可惜感情一直不顺,一直没结婚。 2013年7月10日晚间七时许,36岁的盛品卢被目击在香港奸杂局附近搭上55岁女星魏秋华。 1919岁的年龙差距并未成为两人交流的阻碍,据称两人先到西餐厅用餐,再转站酒吧把酒言欢。 其间,成品如大展魅力功夫,与魏秋华搂搂抱抱。 而曾公开盛赞盛品如既静又有形的魏秋华,则十分受用,一脸如痴如醉,两人的亲密互动分外缠绵,完全不介意外界眼光。 盛品如,James Shing,南,祖籍江苏武进,近代大买办官僚承轩怀后人。 1976年12月生于上海,父亲盛绿凤从事房地产业务,堂兄便是亚市老板王征,2010年3月被任命为香港亚洲电视执行董事。 盛品如曾表示欣赏魏秋华,两人情情相惜。 将近60岁还能风韵有存和保持完美的身材,真的是不老传奇。据说靠自己经营的生意都很不错,看来行行精通啊。 这个曾是当年男性的梦中情人,如今依旧未婚,但看他的微薄状态,一个人也生活得很棒哦。 。 。 。